你說謊嘛 就是有嘛 來你看 林濤說林宥昌害死童子偉 該不會童子偉議長連自己相當要好的乾姊 罷免行動翻譯人林茵的媽媽一起嗨唱 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忘記了吧 你要不要你敢撇清 你不認識照片中的 我再說一次喔 斯坦哥 自己的乾姊 乾姊的女兒 乾姊的姐姊 還有乾姊的姐姊的女兒 好 斯坦哥 你看起來表情相當的嚴肅 你應該在分析了 我想跟你請教一下林濤這一招是 我可以理解啦 你可以理解嗎 對啦 就是說 他這個罷免這個案子 他要開第二戰場 就是要把這個大家的焦點去做一些移轉 但是就我有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罷免要化繁為簡 因為罷免就是基本上是對於 謝國良個人的 不管是你討厭他也好 或者說你覺得就是政治操作也好 無所謂 就是我千百個理由 我要去把他罷免掉 但是你知道大家理由之後 我要用最簡單的手段 化解大家的不滿 或是化解大家疑慮 比如說 謝國良講的就很好喔 他說現在要修選霸法 不是針對他 對 因為很多的謠言說 是因為大家修選霸法 是為了救謝國良 不是 因為你們藍營智庫說可以適用啊 所以大家就兜起來了 這個我們就算今天修過了 三讀了也是適用於未來發生的事情 所以謝國良的這個部分呢 是沿用舊有的選霸法相關的規定 所以不是為了救謝國良 所以很多人去表達不滿 是因為說 是不是謝國良啊 就動員的黨的立委啊 去幫他忙啊 讓這種仇恨值又增加 然後謝國良的仇恨值又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個謠言 這個謠言是害了他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謝國良當初為什麼 因為這些事件而起啊 就是因為那個東岸 基隆東岸廣場Net嘛 對不對 那好 那Net呢 他經過了法律的程序 法律認證 他互產有功 他互產有功 所以我一直建議謝國良 用自己的錢 在基隆市的各大大樓看板 可以下廣告的地方 就很簡單告訴大家 謝國良互產有功 法院認證 就把大家當初對他的一些不滿 最原始的那個原因 把他找出來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個人政經的宣傳啊 或是說他過去這段時間的一些 做的事情點點滴滴 甚至在政策上面 有一些疑慮的地方 那就有市政府啦 甚至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去來去做一些說明 去做幫忙 去做接獎 這都可以 你們戰鬥欄 不是這個禮拜天 要大舉進攻基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大家要幫他去多講好話 多解釋 然後少數敵 少數敵 少數敵 像同志偉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現在開同志偉戰場 真的太太早了 除非說 除非說你同志偉跟你謝國良 同時在進行連署 如果他同時進行連署的話 你在罷免謝國良那天 可能也可以罷免 可是現在來不及啊 是 你也來不及嘛 謝國良都要接了 所以現在你 我們看過很多個那個罷免案 不管是民意代表 或是縣市首長 你最重要就是要降低仇恨值 降低草厭值 然後讓投票那天呢 支持你的朋友去投票 這就是你化解這個危機的方式 化解危機的方式 你看當初的 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 四年前韓國瑜 那他的市政府呢 採取一個冷處理的方式 碰到很多的一些閒言閒語 攻擊啊 基本上都是冷回應 不回應 就是聽著很多的謊言 謠言 一直在民間發展 然後就撒又拿來了 就拜拜了 就拜拜了 所以那就是不能冷處理 一個最好的範例 所以你要熱處理 但是又不能熱到說 去另外樹敵 那個溫度要調得剛剛好 要剛好 就是說你市政府該做的 你市政府和你周圍該做的 就是宣揚政策 然後你的我們幫忙的人呢 做的是什麼 就幫忙解釋 幫忙把你過去 大家對你的一些不滿解釋 我坦白講 謝偉良的這個 在當地的仇恨值並不高 如果在這件事情 在基隆這個東岸的事情 之前 其實他的仇恨值並不高 大家對他還是覺得 大家給一點時間 讓他去做一些市政的推動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 就是要集中焦點 不要另開戰場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三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 就有清水嗎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緝怒版 等你一起來